入境检疫0加7松绑时辰曝光 旅行业者叙事待发 目前业者预估日本是大部分国人的首选 而日本也计划在10月开放免签自由行 但是想出国的民众得要有心理准备了 因为自由行机家酒无论说是日本还是韩国 这个价格都比疫情之前大约是贵了5000到6000元 另外旅客万一在国外确诊 没有保险理赔的话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根据了金管会出步调查 目前有三家保险公司重新上架 海外突发疾病医疗险 但是都不理赔法定传染病 国国入境检疫0加7松绑时辰露出曝光 而日本也正式宣布在10月11号开放免签自由行 取消一天入境人数5万人限制 旅行业者叙事待发 第一个比较喜欢的还是有我们的日本自由行站比较居多 然后还有韩国的一个部分 以及我们的长线的米南跟我们的慕尼黑的商品 我们都有准备好 不过上场在0加7实施之后 第一波出国的民众得要有心理准备 旅费势必比疫情前还要贵 以5天自由行这家轴来说 搭连航到日本东京 预估下个月开卖价约21900元 比疫情前贵了6000元左右 如果是到韩国自由行 目前大约是2万元 也比疫情前贵了5000元左右 目前疫情尚未平息 民众抢出国旅行 万一在国外确诊 也得考量医疗费用 旅行业的这个企业责任保险 它是缺乏这一块 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保险的配套 但保险业就怕从国内陪到国外 保险业先前几乎已经全数 下架海外突发疾病医疗险 近期重新上架内容却有部分异动 目前有一家产险 两家受险的海外突发疾病医疗险 确定不陪法定传染病 也就是说如果在海外确诊新冠肺炎恐怕没有理赔 不过现在仍有一家产险将法定传染病纳入城堡范围 金管会初步调查12月底前总计还有20家将上架相关产品 但都不城堡法定传染病 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新的数据还有一些需要在努力的地方 其实他如果自己本身有医疗保险的话 不管国内国外他都可以得到保障 外来民众出国买海外医疗险得先看清楚 是否符合个人需求在下售 记者今天最绝一特报导